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維恩 今天要來介紹第一次日本自由行的注意事項 接下來聊聊錢吧 一天的交通費大概要500-1000日幣 如果你要去近郊的話又會更貴一點 食物方面一餐1000日幣就算是便宜的 大概就是一碗拉麵或是一個連鎖餐廳的定食 那一般餐廳的話吃兩三千日幣算是蠻正常的 若高級一點的壽司或者是燒肉 4000-8000日幣都是有可能的 那麼剩下的機家酒還有購物的花費 就看個人的消費習慣了 那根據2016年的調查 一趟五天四夜的旅行 扣掉機票平均台灣人大概會花個 34000台幣左右給大家參考 如果想要省錢的人可以看我們的地鐵套票 還有省錢預算一日遊的影片 這些都是比較偏向預算取向的影片 基本上我覺得google maps就很夠用 因為它很普及嘛 然後資訊也算是蠻精準 而且又蠻即時的 而且你可以直接把你整個行程全部都規劃在上面 但如果說你願意多花一點時間研究的話 你可以去下來這兩個app tabelogu還有承換按內 不過這兩個都是日本的app 如果是用蘋果手機的話 iOS它必須要更換地區為日本 安卓的話應該直接下載APK就可以了 那tabelogu它是日本最普及的美食app 上面的評分算是蠻有參考價值的 我們平常拍片呢也都會拿這個來參考 那另外承換按內的話 它是拿來搭車用的 你只要輸入你現在所在地跟你想要去的車站 它就會提供一些選項包含最快的路線 最便宜的路線還有最方便的路線 也就是轉車次數最少的路線 那以上兩個 搭配google maps使用其實就很夠了 不過因為這兩個app會需要一點點的日文基礎 如果你是完全不懂的人的話 其實你使用google maps我覺得就非常足夠了 好那至於詳細google maps要怎麼樣使用的話呢 我會在下一集的《如何規劃第一次日本自由行》當中 再跟大家多一點說明囉 可以的話呢 大家盡量避開當地的假期啦 例如5月份的黃金洲 8月中的漁蘭盆節 還有9月的Silver Week 因為這個時候呢 日本當地遊客也會很多喔 日本的四季分明然後天氣很乾燥 而且呢溫差普遍比台灣大 所以建議大家在春天跟秋天都可以戴著外套 以免被白天的溫度給騙了齁 不過因為日本是乾冷 所以呢你可以把當地的溫度加3度左右會接近台灣的溫度 但是這個是個人體感溫度的經驗 就給大家供參考就好了 然後冬天的話因為室內都有暖氣嘛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戴厚一點的外套 所以呢你到室內只要把後外套脫掉就好 就不用再開著暖氣的室內 然後還要再去脫兩件甚至三件衣服會比較麻煩 這些事情呢其實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不過還是講出來讓大家可以稍微留心一下 比方說週五的晚上 電車呢非常容易有喝個爛醉的上班族 他們會在車上啊或在車站裡面整個吐到不行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有醉漢啊或者是三五成群 感覺就已經醉到不行的上班族們 自己就要小心一點不要太靠近他們 那餐廳的話部分季節他都會給你冰水 而且是很冰的冰水 那如果有喝不習慣冰水的人的話呢 你可能就要另外索取 好那墊幅梯的話東京是靠左站 大阪是靠右站 那其他的地方呢你可能要自己觀察一下 他都有一些不一樣的變化 因為他並沒有說全國有統一是站左啊或者是站右 那基本上其實也是鼓勵大家啦 就不要在墊幅梯上面走路行走 因為比較危險 下一點有刺青的人的話 大部分的地方都不能泡湯 這點算是比較傳統 但是如果你有那種膚色的貼紙之類的東西 你把它貼起來的話呢就可以 好那廁所的衛生紙 記得然後直接丟馬桶就可以了 那出去玩的時候 難免難免可能不小心會搭到計程車嘛 但是呢日本的計程車啊跟台灣比真的是超爆貴 你沒有試的話千萬不要搭 你隨便做之後呢可能就要花個兩三千日幣 然後坐沒多遠就要兩三千日幣 非常的虧 再來呢街上是沒有什麼垃圾桶的啦 大家都是帶回自己家來丟 所以觀光客呢可能就是帶回你的飯店去丟就可以了 然後大家大眾交通運輸的時候呢 可以盡量的輕聲細語啊 講電話呢就盡量可以避免 因為這是一個成文的規定 他在車廂內其實會有圖示標明 然後車廂廣播也會有 不過呢一般的講話聊天是可以的 最後一項呢店家相對比較早關啦 可能晚上八九點就沒有了 但是觀光地區像是新宿啊或是澀谷的話 其實現在都會有蠻多店開到比較晚了 比如說像澀谷他就有24小時的湯雞喝的 那也常常有人會留言問說 欸我不會英文啦那我可不可以去日本自由行 我覺得這個答案當然肯定是沒問題的齁 因為台灣人其實比起其他國家的人呢 有一個優勢就是呢你已經看得懂漢字 很多的地名啦或者是很簡單的餐點等等 其實你都可以看得懂 而且呢在知名景點的設施或者是餐廳 通常都會有中英文的說明 再不然的話呢你只要說簡單的英文啦 其實都是可以溝通的啦 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通常日本其實都還是蠻友善的 那可能偶爾你會遇到那些冷漠或是很緊張的人 就不要當一回事就好 好最後呢有一個小小的tips 就是知名園區的門票呢其實你都可以先買好 像是東京的迪士尼樂園啦 三音之森的吉普利美術館還有大阪的環球影城等等 這些你都可以在台灣在網路上就先買好票 然後選好你要去的日期嘛 那到了日本呢你就可以直接去玩就好囉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第一次日本自由行注意事項啦 如果你想要知道如何規劃日本自由行的行程 必做的實踐式還有新手懶人包行程的話 請記得持續追蹤本系列的影片喔 我是韋恩下次見囉掰掰 請記得按一下 請記得按一下 幫我看看 感谢观看